我们今天去的这家店是一家在三分市的米其林一星寿司店,Gini 店名我要是念错的话,欢迎来纠正 现在可以预约室内或者室外的位置 由于在疫情期间,所以我们就预约了室外的位置 我们当晚是12到Omakase 先上来了一道沙拉 我当时看到这碗沙拉内心一惊 好美式的沙拉 当时就觉得完了要踩雷 第二个是一个生蚝 是加拿大的生蚝配上Sacramento的鱼子酱 第三个Striket Jack 非常的晶莹剔透 第四个北海道的扇贝 我个人在寿司的Omakase里其实最喜欢的还是贝雷 口感比较清脆,味道比较清甜 而且他们家的扇贝是没有冻过的 第五个Bluefin tuna 据说是日本科学家在实验室养殖的吞南鱼 第六个Japanese whitening 上面散了海盐配上芝麻油 这个是Japanese Skipjack tuna 另一个吞南鱼 这个是Toro上面配上鱼子酱 它的Toro的制作方式是微微烤焦了一半 这样吃到嘴里一半伴有焦香 一半还是非常的清甜 两种口感在嘴里再加上鱼子酱 味道非常的丰富 接下来是Golden Eye Snapper 接下来是我当晚最喜欢的寿司 日本的沙丁鱼 可能还是跟上一期一样吧 今年的沙丁鱼特别的肥美 现在厨师小哥哥正在烤制的 就是我们最后一个寿司了 King Salmon 好像这一道是当晚唯一一个不是日本的鱼 它也是一半微微烤焦一半生 这样可以体会两种口感在嘴中 接下来这个算是他们家的招牌 底下是鱼籽 上面是Monfish Liver 安康鱼干 搓成细腻的粉末撒在上面 这些搓下来的鱼干就像冰激凌一样 会在上面慢慢融化 鱼干的味道非常丰富浓郁 配上清爽的鱼籽 味道非常惊艳 如果你没来过 我真的强烈建议你来试一下 接下来这道又是马粪海胆 和之前的Sushi Yoshizumi比起来可能更喜欢他们家的双胃马粪海胆 之后我们又加了一个和牛 他们家的和牛还是挺推荐的 经过制烤之后带着一丝烟腥味 吃完一本满足 你要是问我最喜欢他们家哪一道菜 那肯定是接下来的Miso Soup 说来也是搞笑 他们家最惊艳我的竟然是这碗味增汤 我感觉很有可能 是我目前喝过最好喝的味增汤了 喝完一碗没忍住想要小哥哥再给我来一碗 感觉他们的量有点少 吃完感觉也没吃饱 前菜和寿司部分的鱼也都是比较基础的鱼 没有什么特别惊艳的食材 唯一值得推荐的话可能就是他们家的招牌 鱼子配上安康鱼竿 那我们这一期就到这里啦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关注订阅哦 拜拜